实践,设计鬼才发明的厨房收纳神器 最后一件绝了 第十名 我敢肯定这个米桶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 反正我是真后悔没有早点遇到它 打开口倒米方便 足足能放20斤大米 还有透明视窗 能清楚看到米的容量 倒完一粒米也不剩 盖子逆封信号 上面放了大蒜和八角防止生虫 用的时候按压就能出来 两杯还能当做淘米器来使用 不管放在哪里都合适 第九名 我也是去了邻居家才知道有这种东西 我家洗洁精堆放在水池旁边 每次做卫生都很麻烦 这个就挺方便 它有一个卡扣 可以调整大小 用力按压也不会掉下来 平底也不会堆积污垢 就连洗发水和沐浴露也可以挂起来 再也不用堆在地上了 第八名 我觉得每家厨房都应该有这样一个 可以沥水的旋转刀架 它是分隔的设计 各种刀具勺子铲子筷子 叉子都能装出去 就可以收纳整整齐齐了 它也是可以旋转的 拿取也很方便 底部还带一个沥水盘 喜欢的用具可以直接放到里面 沥干水分好用 第七名 会过日子的老婆都会在厨房的墙上 挂上这样的收纳袋 家里攒了一堆 舍不得扔的塑料袋 都可以可禁往里放 容量大能放很多 底部出口设计抽取也很方便 这样下去一年还不省一套房 第六名 朋友来我家都看上了这个小架子 它可以放刀具 放各种调料瓶罐子 耐后材质皆是耐用 还可以收纳筷子勺子 沥水又通风 旁边的小挂钩 可以挂出具用品 菜板和锅盖也能收纳 厨房干净整洁多了 第五名 想不到还有这么好用的植物架 免打孔的岸上特别牢固 可以放在门口挂钥匙 还可以放在厨房 铲子勺子都可以挂上去 也可以放在浴室 挂些浴巾什么的 第四名 万万没想到 现在连锅刷都升级换代了 而且两个只要个位数 装一次洗洁精 可以用好长时间 按压出液 用得方便不伤手 刷锅刷碗不伤涂层 没划痕 快给家里安排一个吧 第三名 很多人不知道 把杂粮放进这样的袋子里 密封起来 才能真正防止生虫 以前都是这样 直接一堆 不仅乱 你丑丑都长满的虫子 而这样收纳 不仅特别整洁 用的时候需要多少到多少 特别的方便 第二名 很多家庭都是 把用完的电气插头 随手一扔 台面乱糟糟 这个插头挂钩就不错 贴在插座旁 用完的电气插头 随手就能挂上 整理有序 并且使用时 还非常方便 第一名 很多人不知道 冰箱侧面放一个 这样的翻转鸡蛋盒 它是这种低位的设计 上下有三层 一层可以放十个鸡蛋 就能收纳三十个 我家是一个用来放鸡蛋 一个用来放鸭蛋 把它放在冰箱保鲜 拿取也非常方便